稍後到中段會接受第二次 好,我們就開始了 好,大家是不是已經有呢? 我們在中五的實驗前 派了TOPIC 8的CAMCO REACTIONS AND ENERGY的過去報告 今天我們由尾開始做上來 我們經常做一些陳年舊的事 有時候可能那個年代已經變了幾變 一些事我們考的2022年的公開試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們不夠時間做事 其實我們要更加集中在近年 所以我們現在一揭,就揭去第十九頁 我們由剛剛《新星滾爾》 2021年的公開試題目開始做 我們看看剛剛這一年 說在疫情裡面,那些人網上課 那些人可能有很多不熟練 有很多沒有以前那些學得那麼好的 所以他公開試考的時候也就著就著考得來 他會怎樣考呢?用什麼來嚇你? 但是其實我們又懂什麼呢? 不過穩陣起見呢? 那我就想,你知道我可以習慣了 我會問一下同學 究竟呢? 聽不聽到的? 問一下先 林曼鋒是誰? 可以開咪給我聽聽不聽到我講話 還有看不看到我 我現在分享的PowerPoint出來 看不看到我的PowerPoint? 看到了,Mr.R 謝謝 那我們來吧 揭去第十九頁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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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到近四年的Past Vapor 我就完結了 那所以呢 就是 最緊要夠時間 有時候我們做這些呢 要真的到位 看看看看 好,來囉 上年呢 就考 上年呢 其實是 是有考到 第五題 OK 那就給了一隻Chemical 你有沒有留意近來我們學的 3C4A4B那些 那些書呢 那些Chemical reaction 很多時候擺明還沒見過的 那些Chemical還沒見過 不要緊要還給你 這隻東西就是C6H12N4 還給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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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發現 每一個N就組成三個邦 是不是 1,2,3 是不是 那其實還有一個洞 這個N又有一個洞 這個N又有一個洞 這個N又有洞 這個N又有洞 我很喜歡 那些洞洞 弄個兔子耳 給他 告訴別人 他啞了地盤 這樣去 所以呢 我順便 溫一溫 那你發現這個N 就有三個Single bond 就有一個洞洞 這一種的arrangement 這一種arrangement 我們都叫做Tetrahedral 的arrangement 是不是有四個東西 當然那個洞洞也看不到 所以它的Moniculate shape 在這個位置是三角約體的 我們都叫做Trigonal Pyramidal 三角約體 這些bonding的東西 好 他告訴你這些 好了 現在來囉 問問問題 他給了你資料 這個其實是一個Portable Solid Fill 是一個燃料來的 那燃料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進行反應的時候 會放很多Energy出來 以致可以煲到水 是不是 做好燃料 這個是Solid來的 Solid和它 這些全部C H N 這些東西都是Long Metal 所以它們是Moniculate Moniculate就是用Van-der-wild forces 你知道當Moniculate size越大 Van-der-wild forces就越大 那些boiling point melting point 就會越大 所以這個東西在room temperature 是Solid 所以因為HIGH boiling point and melting point OK 這些我們以前學的東西 好了 當然不知道這些東西 能不能處理到 都應該可以的 好 A Suggest Y The combustion of H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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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有六個C 那意思 A-min 就是H 形成了Single bond 那些 Exofermic In terms of breaking and forming Covalent bond 好 現在問你為什麼這個東西是會放熱 以至是怎樣呢 它可以做到燃料 我想清一清畫面 所以它根據它的資料告訴你它是燃料 是不是 而這個東西燃燒的時候做燃料 就是因為它放熱 DELTA H是負數 好了 現在它說 請你解釋一下究竟跟Bonding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那你知道呢 如果它們要進行反應 那你就會發現它們其實就要同樣燃燒 是不是 接著就會產生C那些就會變成CO2 H那些就變成X2O N那些有機會變成NO2 OK 所以其實它在某程度上你就要拆爛了這些Bond 是不是 這個C和H那些Bond 都要拆爛它 是不是 你要破壞了這些Bond 是不是 這個O2裡面也有個OO11都要破壞 是不是 接著它們就要形成這些新的COBond DoubleBond 這些OH的Bond 這些N和O的Bond 這些就變成了 OK 問題就是 原來它會不斷的BreakBond 又變成FarmBond 那這個情況的時候 它究竟為什麼會是Exopharmic 問題就是 BreakBond的能量大於FarmBond 還是FarmBond大於BreakBond 是不是 我們看看Marking Scheme Marking Scheme 你發現這裡是涉及2分的 你就要怎樣很簡潔 你不要看到 哇 那麼長累累的字眼 那些深色的字眼是alternative的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它預期你回答這一項 就拿一分 還有回答這兩項 再拿一分 我們慢慢來解 好嗎 我先放在畫面 好了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告訴別人 它們這些Covalium bond 是這個reactant 這個就是reactant 這個reactant 這個reactant 是要拆爛的 OK 所以你要告訴別人 之前那些reactant 就要拆爛了 另外那些products 那些bond 就要形成Farm 你會告訴別人 原來他們進行這些化學反應 原來他們進行這些化學反應 他們要reactant break bond 那些products 就要形成Farm 你要up到這兩個的處境 不要混亂了 OK 第二天 他不一定再考這個hexamine 是不是 不一定是一個燃料 但是他可以變成別的化學反應 但是也會問你 為什麼會放熱 為什麼會吸熱 用bond的角度 第一件事要回答這件事 OK 當然你剛才有沒有留意 如果你直接告訴別人 Break ED bond 他也會接受你的 譬如你告訴別人 他原本的NC bond NC bond 就是這個bond 是不是要break 或者CH bond 就是這些bond 要break 或者OO bond 和O2反應 就要break這個bond 這些其實就是統稱reactant 所以你看到DSC的要求 就是你回答總體的叫法reactant 或者你微觀地舉例子裡面 他說但起碼要up到兩個 OK up到兩個 告訴別人 是那隻reactant 另外就要告訴別人 要形成那些CO2的bond 新的bond 是不是 那些水的新的bond 或者那些NO的doublebond 那些 OK 你要告訴別人 這些 但是他告訴別人 CO bond form 他就不接受 OK 就是說 你不可以說這個bond 是CO bond 因為那個Carmen deoxa 是CO2 是CO double bond 所以他對於那個bond 如果你要舉實例 他對你也有要求的 真的要說回那個chemical CO OK 你開始 開始 你做這些題目 開始在思考怎樣寫 你寫一個闊一點的答案 還是寫一些窄一點的例子答案 那窄一點要舉多詳細一點 好 另外也有些人 那些人搭第四行 他都接受給你 一分 就是bonds in hexamine 或者oxygen are broken OK 而bond 在那個product 裡面那些就會 form 就是說你不叫它做reactin 你叫回那個chemical的名字 是不是 你不叫那些叫做product 但是你叫它做CO2 X2O 以及這些bond 這些xNO2 他都接受你 是不是 當然回頭回頭 他最想你回答 就是要告訴別人 product 和reactin 哪一個是breakbond 哪一個是formbond OK 所以回頭回頭的時候 我需要大家 可以 所以做past paper 我鼓勵大家 尤其是有些同學 是想拿五 有些想拿五 甚至再高些 你開始要開一本寶 就一直做past paper的時候 你開始把一些很重要的ideas 寫下來 例如你會發現原來reactin 在化反應的時候 無論什麼反應都對 reactin就會breakbond products那些就要formbond OK 你要答到這個 好了 答完之後都還未答到 為什麼是exofermic 所以就要回答最後兩項 就是要告訴別人 energy release in bond forming 就要大過energy absorbed in the bond breaking 其實underline是代表公開試要求你一定要出的字眼 其實他沒有underline那個 他有寫下來的那些 其實都重要的 我覺得 所以如果我們背進去考試 你開始發現原來公開試 是要求我們寫total energy released in the bond forming process 是大過total energy absorbed in the bond breaking processes 他其實要求我們寫這些 只不過呢 譬如今年呢 2021年你寫漏processes 寫漏了total 算了 他都照給分你 但我們作為預備公開試 應該要寫得完整些 就是我們要對那些字眼用得再準確些 所以你會發現 bond breaking是大過 bond breaking是小過bond forming 你知道bond forming就會放多些熱出來 bond breaking就會吸引能量 所以現在呢 放的能量是多於吸引能量 所以overall加起來都會是負數 那這個就是delta H最後的difence OK 所以我們回到頭 我們就開始看 說好像很累積 但是回到頭 你看看人家要求我們DSE 又回到我們的筆記 那筆記如果你記得我用了兩版至三版 舉例子說 所以某程度上呢 有時候筆記說得很詳細 但是你需要怎樣去很醒目地去背東西 OK 要留意了 好 所以我想將這裏呢 我想將它用回我們筆記的一個字 一個重要的做法 我就想畫圖 我就想畫那個呢 叫做Energy Profile 那個圖 還記得嗎 這個呢 就是一個PE來的 Potential Energy 或者叫它做Enthropy 跟著呢 就反應 跟著去 這個 這個Exofermic 所以你發現呢 它是向下走 所以這個delta H負數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原本的reactance 這個呢 就是出來的product 是不是 還記得嗎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我們叫做reaction coordinate OK 一段時間我會忘記的 這些需要有一些精毒的補 所以你發現呢 這裏他告訴我呢 Bond forming的process 所以reactance呢 其實由這裏升到上來呢 變成散了那些atoms 這裏呢 就是Bond breaking的過程了 OK 好了 跟著那些atoms散了之後呢 由這裏跌到下來呢 這個呢 就是Bond forming的過程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Energy 是不是 這個呢 就是Energy for Bond breaking OK 那你看一看箭嘴的長度呢 你發現呢 就是Bond forming的箭嘴呢 是大於Bond breaking的箭嘴的長度 是不是 所以這個所謂的large 所以用一幅圖都可以 如果你用圖解釋行不行呢 這裏他沒有叫你用圖解釋去suggest why 所以如果你要用圖解釋呢 你要出到這些字眼 Bond breaking Bond forming 有reactance 有product 你不是中了reactance Broken product form這些字眼 是不是 跟著哪一個大過哪一個 是不是 去看回 不過你還要留意多一個字眼 就是 它是吸熱還是放熱 要告訴別人 Energy absorbed 和Energy released 所以你要留意 Broken的那個 其實就是它要吸能量 是吧 form形成那裡 其實就是 Bond released 我說完這一部分 A部分 我現在把它變成 融縮做notes 我要你學這件事 行不行 因為我不會和你逐條做完 但我想透過舉這些例子 我要你學懂這件事 所以進行化學反應reaction的時候 其實它涉及reactance 和product 是吧 reactance是什麼 它是born breaking 是吧 或者broken 我用回這裡的字眼 broken 我用回這裡的字眼 這個呢 就是bond forming 所以這裡它用什麼 formed 這個字眼 好 還有這個 Energy released 和Energy absorbed 那你就要告訴別人 bond breaking 就是Energy absorb 是吧 而product 就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Energy released 當它formborn的時候 OK 當然 如果這個是大於這個 那最後就會得到 那個結論 就是exofermic 如果第一 你寫完這個筆記之後 他接下來這一年去考什麼 你背了這個formborn 和breakborn 那些重要記憶 那去考什麼你都不怕 如果下次那個不是exofermic 而是endofermic 那你都要用這個 那最後呢 就反過來 Energy absorbed 就大於release 就是breakborn 就是大於formborn 如果反過來 可以嗎 明白嗎 因為這一條考過 不會再考的了 就是說它應該exofermic 已經考過 它不會 不一定再翻兜 exofermic 這種反應了 就是說它唯一再想考類似 就是考相反 好嗎 好 好 接著B 好 B就是真的 將這隻東西 同樣反應之後 就出這三隻東西 給你那些 好 現在就write 這個要留意了 這個叫做 formal chemical equation 什麼叫做 formal chemical equation 你就要寫下 什麼東西變什麼 以及連繫到delta h 是多少 將這些東西寫完 才叫做 formal chemical equation OK 所以看到嗎 寫下那個 equation 接著就連繫 兩樣東西 合起來 才得到這一分 OK 好了 我們看看 Standard N3 Change of Formation 就要來自 他們的element 而那隻東西是什麼 一開始給了你 就是這隻 所以這隻東西 是6個C C6H12N4 還有要寫 state 一定要寫state 因為它不是 solid liquid 和gas的能量相差很遠 所以要correct state symbol 所以我之前說 其實3C和4B 很多時候 這兩本書 裡面那些反應 很多時候要說 symbol 其他不寫 不要緊 除非別人說明 但這裡不說明 也要的 好了 這個是6 這裡就是6 是不是 這裡是12 那些element 是x2 是不是 我先清一下畫面 所以 C x2 n2 就是他們的element 變成這隻product 好 這裡加6 加6 加2 是不是 所有carbon 其實這個是固化來的 最穩定的 carbon 就是固化 是solid state Hitron是gas Nitrogen 這隻 人家一開始 告訴你 哪裏說的 這裡有說的 是不是 還有哪裏說的 這裡說的 這隻是solid 所以 這些體份卷要很仔細 很多時候我們考試 有一半衰在哪裏 就是看題目不清楚 好 寫到了 好 另外 要說一說 這個是formation 所以就是delta f 有飛碟的 為什麼有standard 這個字 好 等於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別人這裡給了給你 所以要抄下來 所以要全部寫完 除非不知道 否則一定是抄完 這個先統稱 就不是equation 叫做firmal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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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tion 好 接著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其實你知道的 是不是 好了 接著他還有其他的都知道 好了 現在他就說要計算 就是這個combustion 還給你這個combustion 同樣反應燒 這個就開始 就開始 是A的時候說的 是吧 A就是這條色 現在他還給你B這些色 最後找到這個unown的 那我試試清一下畫面 那所以其實我要找的主角 主角就是這一條 是不是 我想找這個 你不知道 OK 但是呢 你知道什麼呢 你其實就是知道他們的element 他的element 可以變這個和變這個 不是變了用hence law 就可以走到一個cycle 這個叫什麼cycle 這個叫做anthropy cycle anthropy change cycle 去做 他這裡說計算而已 他沒有要求你用什麼的method 1 還是method 2 所以你兩樣做都可以 行不行 那我試試清一下畫面 我們就寫回 它來自carbon 來自x2 是不是 我不用在下面 因為下面會出答案 我寫在上面 carbon 加n2 gas 跟著再加x2 gas 是不是 還有個o2 是這樣 好 那這些element 結合就會變成這邊 箭咀的這邊 和product 這一邊 是不是 我們慢慢來 我們先處理這堆 這個是6個c 就是6個c 是不是 這裡就是12個h 所以 6乘2就是12 好 接著就是4n 所以2乘2就是4 是不是 好 接著計算這裡有幾個h 62112個h 再加6乘1就是6個h 再加4乘2就是8個h 所以這裡加上總共有26個h 所以13乘2O2就等於26 這個就平衡了 好嗎 所以你看看這邊 這個東西合起來就會變成這個 是不是 13個O2變回13個O2就沒有變 所以能量O2在這邊沒有參與 上面這個其實就是B1這條式來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1,2,3kj 這個不知道的 好 看看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就是 將這些element變成這3個 是不是 那你記得這些其實就是 這些的formation來的 所以如果這邊6個呢 那就是6個就是6個能量 好 這個是6個水 所以1個水就放這麼多能量 現在6個水就放6個這麼多能量 好 這個是4來的 所以呢 1個NO2就放 就放正33 現在4個呢 是不是應該放4個的33 正33 所以這邊呢其實你也可以算到 6的-394 再加6的-286 再加4個正33 好了 還記不記得我們第35課的hash law呢 是不是 我要找的這個路線呢 就等於什麼 這個路線 由tale to head呢 就等於由這裡走過來 再這裡走過來 如果逆戰罪呢 就將它正就變成負 是不是 負123 如果順戰罪呢 就照加而已 好嗎 所以呢 就結局這個這邊呢 就應該等於負123呢 再加這個6個什麼 再加6個什麼 再加4個什麼 是不是 就是抄回這裡 所以看一下答案 所以答案呢 其實就會是什麼 就等於 6個什麼 加6個什麼 加4個什麼 再加呢 就是負123 是不是 負123 所以這裡呢 method就有一分了 OK 然後呢 就按機了 不要按錯了 就會是負407kJ 沒有單位 沒錯 他要求你這一分呢 要適合這個sign 要負數 還有呢 要個單位都要適合 隨便的 一件事呢 都不給這一分 你了 所以這些要小心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 衰這些位了 我們要做得好些 OK 這樣去做 這些呢 其實 看下去不深 但是呢 它的chemical 嚇到你了 所以你看看 我們看回來 如果拿著這份卷 剛剛那幾個月前 你看著這東西會害怕的 嘩 這是什麼 但是你真的做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不需要害怕 是因為他給了很多資料 所以越大舊的東西 就是他越給你更多的資料 其實對於資料越多 對於我們來說 應該是開心的 因為越多資料 我們就越清楚 那件事是什麼 很多時候 我們反過來 越的東西多 我們越害怕 覺得很煩 很多東西是不知道 其實很多東西不知道 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只是你給你有用的東西就可以了 OK 真的嗎 這裡有沒有東西想問 有東西可以開咪問我 再下去了 這條的故事呢 還有最後的部分 就不是指神譚兵 要進入實驗了 所以揭去第二十版 就是他就說 將這個combustion 最後想找這個東西 這個C6H12N4 這隻hexamine 這隻solid 現在真的做過實驗 去試一下量度它 所以experimental setup determine the ncp change of combustion of這個東西 under一些certain的condition 那他就給了 給了這個mask of這個東西 是不是 跟著呢 就給了水 所以上面的水 就會上升溫度 是不是 所以上面的mcwt 就算到那個的能量 這個mcwt那個是水來的 是不是 所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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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上面那條飾用的 下面那個就是hexamine 是吧 最後呢 我要找那個number of mode 因為我們要歸回做1mode 所以最後呢 我們要找那個delta h 要將delta e over n 然後加一個符號給它 所以呢 所以如果涉及hexamine的資料 是不是 hexamine的資料 這兩個資料呢 其實就是for下面那個number of mode 用了 會不會這樣拆解 要不然你看著 死了 又mass 又mass 又temperature 又temperature 又mass 有specific capacity 這些東西就炒到一大碟 所以 你要學會了 要將它 歸類 是哪些東西 所以subject 很重要 究竟它是說水那些東西 還是hexamine 那些東西 以至決定用的公式 歸類 OK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 那你看一看 所以那個delta e energy release 其實就是那個m c 和delta t 好嗎 delta t 你減完之後 那個是degrees Celsius 來的 不過我知道degrees Celsius 也等於Kelvin 因為在specific capacity 是用per k 不是per degree Celsius 所以我們可以變回做k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k 是不是 這個4.2 其實別人給了你 所以有些同學 剛剛那次做實驗 不記得一個公式 其實都不用背公式 我覺得 你看一看別人的specific capacity 那個單位 你就知道成什麼進去 會出到能量的租 那你就知道要乘個g 乘個k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g 所以成g 成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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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了 剩下的就是租 所以如果你除去1000 你就可以變成 60.480kJ 也可以去做到 你看一看 根據這份卷 有一分打星星 那就是有mc 所以在mc 不要那麼懶 一按機 寫答案是6048 你會沒有了這一分 對不對 你要寫一寫個process 給別人看的 OK 可以嗎 這些不說 你不知道的 有很多同學真的 一寫就寫6048 零租 連這三個相性都不說 好 然後找到這個之後 再加個符號給他 然後計算N 因為要歸回下面的hexamen 做一模 所以這個就是N 把2.40g over 不用你慢慢自己成立 給了140.0g 這個就是Number of Mode 然後把剛才找到的東西 這裡自己加個符號 OK 這裡有1分 mc for fun 看到有打星星 所以你只出了答案 你只得到1分 你不寫中間的process 沒有了2分 公開試是這樣看的 每年都會 所以到最後 你給我看看答案 你留意一下答案 根據這裡就是三個有效數字 這個就是四個有效數字 三個有效數字 三個有效數字 四個有效數字 三個有效數字 看看 根據給你的data 3和4是取其細 就是三個有效數字 所以你的答案 你寫3530 是不是 他也是這樣說 拿三至四個有效數字 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譬如拿3528 四個有效數字 或者3.528乘以 KiloJou 10的三次方 也可以 或者你寫3530 KiloJou per m 也可以 OK 要留意 但是要符號 對 以及要單位也要對 同學做了那麼多 最後單位也沒有寫錯 沒有了 看到全部都是仔細位來的 對不對 公開試是很仔細的 你不可以這麼粗疏 大約是這樣 然後有四個要達到 你做留一樣就沒有分 OK 所以你看多一次 他要求你做多少 你的答案裡 要出到個符號 出到個單位 是不是 有效數字 是不是有三個task 是不是 三個task 都適合才得到這一分 OK 所以就要留意 好 接著揭去第十七頁 十七頁 十七頁就是再之前那一年了 2020年了 2020年了 2020年你會發現 A部分 沒有了A部分 因為A部分 就要問你那些 organic那些東西 那我給你 這個是W W是C4H6O4 那他現在告訴你B It is known that one mole of W 就會completely react with 2 mole的sodium hydroxy 你就想想 Sodium hydroxy會和什麼反應呢 Sodium hydroxy其實主要 會和兩種反應 在我們DSE裡面 第一個就是和COOH COOH 那些反應 還有一個就是他Esta都會反應 OK Esta都會的 即是他都會接受你的 如果是Esta OK 不過如果你根據marking scheme的答案 你知道其實出這條題目的初心 他想考其實不是想考Esta的 他其實想考什麼會和Sodium hydroxy反應呢 如果根據一個organic company 只有COOH會反應 只不過Esta因為反應很慢 還記得 Hydrolysis of Alkalite hydrolysis of Esta 其實那裡要加熱 要Hit under reverse 還要Hit under reverse 還要Hit under reverse 所以很慢很慢 其實不是那麼理想的 不過他沒有說到時間快慢 所以他又不可以說 哎呀這樣不收 因為同學又不是說錯了 所以他都接受你這一分 但是你要留意 公開試的第一分乾乾淨淨 其實就是去接受你COOH 那是什麼意思呢 清一清畫面 那就是說這個東西裡面 會和兩個Sodium hydroxy反應 那就是說他裡面應該就有兩個COOH 好嗎 如果有兩個COOH 你看一下 COOH 那就是說他已經定了兩個C 定了四個O 以及定了兩個H 那你給我看看 這隻東西裡面是C4H6O4的 你已經定了兩個COOH 一定是頭和尾 這些COOH一定是頭和尾 不在中間 所以減一減它 減一減它 所以中間還欠這些 咦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明顯 就應該是一截的CX2 和兩截的CX2 對不對 那就剛剛就是C2H4 所以如果把它配搭 那其實就應該是一個COOH 另外這邊兩個 那就是頭尾 所以你看到 留意一下別人怎樣寫 這個結構就是這樣 把O2寫出來 OO 又可以 或者你把它 拿一半來整個2 又可以 對不對 不過你有沒有留意 他首選是這樣寫 這個已經排第三 你有沒有留意 他不接受 這個和我打三顆星 這些都很重要 他不接受 中間那兩截寫C2H4 為什麼呢 你給我圈下這個東西 公開試 逢親寫structure這個字眼 你就要逐節說 你就不能把C2H4當作一坨 所以你更加不能寫structure 更加不能寫monicular formula 那種的寫法 這個就一定不是structure 這些一定不是structure formula 這些就是monicular formula 所以去到中間有這些都不行 公開試成的都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比如這個C2H4 C2H4其實這個不是structure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 一定顯示 double bond 一定要這樣 如果很多時候 人們很喜歡寫CX4 就代表這個二線 這個 double bond 但是如果你問你structure 那就不可以這樣寫 一定要這樣寫 OK 或者這樣寫 可以接受你 一節 double bond 兩節 這樣也接受你 但是就一定不接受這些 一個籠統的monicular formula 這個說法 OK 好 那當然還有就是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isoma 出現的 所以呢 除了剛才那個之外 那它說要寫兩個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那就是它不是連續四個carbon 而是連續三個carbon 然後其中有一節是CX3 這樣就會形成了另外一個structure formula 這樣寫就可以 是不是 這樣寫就可以 OK 這樣的形式 那當然Esta也接受你的 因為它也是functional group isoma 那個類別 這樣 OK 這個就不關我們Delta H 不過它有效 我們在這裡做它 溫習 因為後面會影響 就是因為要用這隻東西 OK 那繼續下去 就涉及這隻東西了 來到我們Delta H 它說下面應該是firmal chemical equation 還記得剛才說 firmal chemical equation 就是寫定義的公式 不但還要加上 還要加上 就是Delta H 等於什麼東西 那塊 要兩樣東西合起來 就先叫做firmal chemical equation 所以呢 所以firmal就是涉及後面關於能量的東西 chemical equation就是前面的東西 兩樣東西都要問合 否則做什麼叫firmal chemical equation 而不叫它做chemical equation 所以如果你有做過2020年的past paper 當你回到剛才那個 譬如上年那屆的同學 再做之前2020年的past paper 他其實是有做到剛才那一條 他做到剛剛2021年考這個的時候 他就知道是什麼 所以那次我反過來做 但是其實在順序上面 因為他做了這一年的past paper 2020年 所以他考的 所以對於你來講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做完這past paper 去到2022年考的時候 這些字眼你就不太籠統了 你是有很好的訓練和背重 那你就會做得好一點 好,回到這裏 現在state the meaning of standard and speed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考了這個 第一要符合這個 state the meaning 第二要deduce standard and speed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我們看看答案 好,這兩個task第一分是什麼 就是你要告訴別人 留意一下要中了這五個point 我們公開事先給的 我記得這一年我有改 就是剛剛改了這一條 第一你要出到end speed change 第二要講到exit和alkali或者base的反應 第二要講到他們的反應 或者要出到neutralization這個字眼 第三要出到standard的condition 第四要定義水為一mode 要中了這四樣東西才能夠分離 對不對 所以你接下來這個考過了 你跟我檢查一下 在這份內 我們有什麼standard and speed change of 未考過 你就背定它進去 譬如究竟有沒有考過formation的定義 有沒有考過 還有什麼 還有neutralization formation 還有compression 是不是 那你就看看哪一個 如果三個都考過的話 那他可能就再出其中一個 那你就三個 還有有三個都出過的話 公開市的marking scheme 已經有三個標準比分的最好的答案 那你就去記它 好 他接受你的standard 25度攝氏 或者298k 和一個大氣壓力 他都會接受你的 不過有沒有留意呢 就是他上面首選 是用standard condition的字眼 就不是寫得那麼仔細的 所以你都會發現 這個不是最好的答案 這個我寫一提一提 最好應該跟回第一個版本 只不過他發現有些學生寫得仔細一點 都不可以說他錯 照比分 好 第二就滿足第二個 就是怎樣去deduce 推斷那個 我清一清畫面 好 根據上面這個 Deduce standard for this reaction 和Y的關係 就在這裡出現過了 有沒有留意 有關的 根據定義 這裡是2m的水 就是Y 但是剛剛你說完 以1m作為定義 所以是否應該整條公式除2 所以應該這個是半 這個是1 這個是半 這個是1 所以這個也要除2 所以你發現 他的答案就是 Deduce是要解釋的 你要解釋你要做些什麼 所以第一個解釋就是 根據這條公式是2m的水 但是我們要1m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隨意 當然這些沒有降低的事情不是最重要 但是其實他期待你這樣寫得清晰 他說As indicated in the equation The reaction produce 2m的水 但是現在就一模 因為現在那個是standard的東西 所以就要把它隨意 兩樣東西合起來才能給到這一分力 留意 不寫單位行不行 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他問你why 他不是問你Delta H飛碟這個東西 那你就應該寫Y over 2kJ per mole 所以這次他不是這樣問你 而是in terms of y 不過也不要緊的 你寫完他也接受你 然後再走進去 看到公開市的答題 你看到它是慢慢一步一步引導你進去 所以去到這裏 他就說 喂 那現在有一隻Hydro-Corex 和Sona Hydro-Select Standard NCB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是-57.3kJ per mole 我筆記也有說的 筆記是-1.1 都差不多了 差一點點 好了 現在你要解釋 Explain whether Enterweight change Deduce in2 就是剛剛做的y over 2 那個數字 是should be above 還是more negative 是不是 即是他應該是more negative 還是Eto 呢 這個三個可能性 只有其中一個可能性 那你看一下 你看看,這個其實是Wheat Exit, 還記得COOH是屬於Wheat Exit, 即是說它會脫掉一點 所以它是需要能量吸引它, 如果要 neutralization就一定要去到盡 所以它明明是會回頭, 你要迫它去到盡, 它就要吸引部分能量 你怎樣把這些說話說呢? 第一, 應該是Less Exofermic 別人都怕你亂回答, 所以你不要回答什麼大或小, 因為這些負數很麻煩 因為數字大, 負數很大就會變小, 所以我們專業的說法就不會說大還是小 什麼Larger還是Greater, 不會這樣說 我們主要說是多一點負, More Negative, 或者你可以說More Exofermic也可以 或者Less Exofermic, 當然在這裡你盡量不要, 因為別人都給你一些字眼 是嗎? More Negative, Less Negative, 還是Equal To, 隨便選一個 答案就是Less Negative, 那就得到一分了 第二, 要告訴別人為什麼, 那就告訴別人第一, 性質 Nature of W 是COOH, 所以是Week Exit 所以你就要告訴別人, 其實要比較, 是不是? 要comparison 所以它是有個情境下, 就是用這個HCL和這個W去比的嘛 所以你考試要很清醒的, 你要有這個比較的觀念 所以這個是Week Exit, 當這個就是Strong Exit 所以Energy, 或者你要答Energy也可以, Heat Energy也可以, 或者Heat也算你, 都可以 It's Needed to Ionize那個Hydrogen Hydrogen in這個東西出來, Ionize那個Hydrogen 就變成Hydrogen Iron, OK? 用這一種的說法, 那就拿到這一分了, OK? 它不接受你, 就用Desosate 不可以說Desosate Desosate, 如果你記得我筆記說 Desosate只不過是Ion已經起, 那就變成Ion COOH就變成COO負 你發現最開始的Hydrogen Iron 是未出來的, 它其實是從CoVN bond 這個COOH, 這個是Atom來的 它未變成Ion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Desosate分離 我們一定要說它離子化, Ionize 又不是Ion變成Ion 所以這些字眼, 公開示範圍很緊, 一回答Desosate 沒有分離, OK? 另外, 有些同學就這樣說 W有COH, 所以是一個Week Exit than HCl 所以Energy去IonizeHydrogen出來 要留意, 我們不是IonizeHydrogen 我們是IonizeHydrogen 的Atom, 將它變成Hydrogen 所以這裡順便, 公開示範圍很準確 你要留意, 它是IonizeHydrogen 所以要小心這個字眼, OK? 好, 這樣也說可以接受你 去IonizeHydrogen 去斷這個OH bond 它也會接受你的 不過已經不是最好的答案 因為去斷它, 也不及IonizeHydrogen 那你就知道層次了 所以留意, 我和你做Past Paper 我不是照讀一次的答案 如果不是, 我需要你來補課 我是想告訴你, 我們要把我們的答案 就是把那些marking scheme 就是把那些marking scheme 將它有層次去分分 有層次去分類 哪些是一定要這樣回答的 哪些是一剔一點 哪些是千萬不要這樣回答 所以你看著它給分不給分 都會有很多東西看的 所以回頭, 我想提你一件事 就是我記得上個星期 Miss Chan請了一個校友回來 去分享剛剛2021年 他們拿五星星 其中一件事, 她說Past Paper 不要當它那麼神聖 神聖到一個地步 有些同學真的神聖不可侵犯 就一直不做 去到什麼時候呢? 去到最後三月, 明年三月 臨考之前才做 浪費了Past Paper 其實現在我們一直在做 我們已經在研究中 怎樣寫的答案是最好的 這些考過不再考的了 但是她寫的答案是不斷寫的 我發現我去年跟同學 他好像這樣online去講解 他們都是online的 我發現他們剛剛那一屆出來 考試的成績 是多了人拿level5或以上的 其實是我發現同學 就算online都是有研究 即是真的明白了 如何去研究 那個marking steam 如何社會拿高分點 而不是純粹要讀識我的筆記 就算了 那層次太低了 讀識筆記可以不懂得答卷 懂得答卷 不代表答的質素高 所以你開始發現 你現在要考公開試 要求不只是明和背 現在我們要進入寫 如何寫得更好 所以更好 要寫一些高質素的東西 高質素的東西 你要去推測題目的要求 是不是 其實要什麼答案 就不是答一堆東西 亂寫 任由別人載角 你給分 不是這樣 所以我要透過這些 這些是前年出的東西 好,接著我們 那一年 前年出了兩題 剛剛在做的那條 是第五條 也在第七條 有出了 第七題 Standard NCB Change of Formation of 這東西是這麼多 他要寫什麼呢 寫這隻Firmal chemical equation 還記得我教你看 Firmal 即是要涉及Delta H的東西 Charmical equation 寫Balance equation 所以要符合兩個Task 就是要寫那條Equation 以及跟回這個定義 Formation 要設這個主角做一模 是不是 這個做一模 OK 這樣去做 所以答案 就是這隻東西 設定做一模 所以原來這些看菜吃飯 Barium 是Metal Glub2 所以是Soli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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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下面和上面有什么不同呢?下面和上面的最大不同就是,算了,就算没有非碟和F,他都给你分了 不过就是那句,层次了,第一个是他最想你写的答案,其实第二个就已经是他退步了 他的想法就是,这一分做那么多东西,写漏了F和飞碟都算了,他可怜你,明白吗?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可怜呢?我们应该用实力去考考你未来的2022年的公开社,所以应该知道的要求 所以你要有这些心思,才不会失去marking scheme的重要位置 这些就是令你能不能得到level 4甚至level 5或以上的很重要 你离开这一班的同学,我说你达到level 4和level 5,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能得到的 其实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你的目标要很劲力去做 所以未来我友亲这些班,你一定要出席,你就不要最终都是做了一部分 其实说真的,你自己这些做得好,你是不会进入这一班的 所以我要跟你做,我不是跟你选一些很深的,未见过的题目 不是,我们很实际的,你越成绩差,你越要stake to the past paper 作为你的核心的工作,有点像你考钢琴 你要拿什么皇家那些什么,你不用懂得弹很劲力的 你只需要弹好他说考试的那个琴,由早到晚都是弹来弹去的那首歌 弹得很劲力就行 其实我们DSE,如果你想考得很成绩,在level 4以上 其实你就是要stake to 这些模范经典的 past paper 做得很好 其实明天你已经不记得了我讲这些细节的,所以你要不断去留意 他不接受你什么呢?他不接受你这样的 就是说别人说明给你听,他已经是有一个很实质的数据,你不可以说他有exofermic就算了 这个他真的不能让步了,OK? 一定要correct state symbol和unit,一定要出这些 是吧?kilojrpm一定,照抄 但我要告诉你,是有些同学照抄都不抄的 因为他不知道要抄 那些同学就很聪明,好像很聪明 就因为他不知道要抄,那么尽量不要抄那么多 但是那些就会累你了,好,接着就算了 Calculate standard and speed change of the reaction 留意了,那个反应就是前面提过的 前面提过的那个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上面这个反应 就是这个 所以呢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C来的,sorry 所以我这里是斩出来了,所以 其实就是这个和这个反应 这个和这个反应呢,其实我们以前有学过的 这个其实是Alkali 这个Alkali遇到 Alkali遇到Alkali加热的话 Hit 是会出Alkali的 所以 我们有一条公式是这样的 就是我写了,因为我们没有A和B A和B 其实就有写出来,这里我写给你 这条公式是要写出来的 这条公式如果加热的话呢 其实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它就会,如果你记得这个 Hydroxyl 遇到这个ammonium 两个呢 那么它就会变成两个ammonia gas 接着呢就会出两个水 OK 这样 一个出一个就出一个ammonia 一个水,现在两个配两个就出两个两个水 剩下的那些呢 有八个水,这里加上八个水 加上八个水 所以这里呢 就有十个水 是不是 接着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Berium和Chloride 这个呢就会变成Berium和Chloride 这个呢 应该有机会 就可能是 就是可能 将这里合买,这里写着Solid 可能变成AQ OK 这样就 跟上A和B的部分 应该写给你们 OK 不过这里也猜到的 这里给了你的 所以这里是Solid 是不是 那所以呢 现在给了这条理了 那么现在呢 叫你计算这个 这个不知道的 跟着上面这个呢 其实 它有告诉我 这一只的element 就是Berium Solid 加 X2 Gas 再加 O2 Gas 是不是 还有加上 Chorine gas 是不是 上面呢就做了这一边的 那就是 1比9比5 是不是 所以 1比 9比5 Chorine 这里有多少 2Cl 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一个就够了 OK 所以这个呢 我抄下 如果根据上面那条 这个其实是-3,3,3,4,5KJ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Chorine Chorine 变这个 是不是 Chorine变这个 不是呀 还有ammonia 对不对 所以它还有什么呢 就是还有ammonia 里面还有两个N 还有两个N 对不对 两个N 还有8个H 这个8个H 加上4个X2 所以这个其实是 4个X2 加上4个X2 9 那就变了13个 是不是 这里加上就是13个 OK 所以 但是不要紧要的 这些写完之后 其实就是 就是 有多少个 有两个ammonium chloride 是不是 所以两个ammonium chloride 这里加上两个ammonium chloride 这个 OK 另外这边 又是formation 来的 产生的 就是有两个ammonium 是不是 有两个ammonium formation 这个就是ammonium 所以就有两个-46 是不是 接着就有 有成10个水 是不是 加上这里有10个水 那水呢 产生一个水 就是-286 现在有产生10个水 就是10乘的286 好 接着最后的berium chloride 就是这个 1个就会加 1个的-159 OK 现在我要计这个delta H 顺战序就等于什么 这个做起点 是不是 这个做终点 走第二路线 第一路线 尾去头 就这里 就是由这个尾去头 如果它是逆 这个要我们有这个 但是现在要逆战序 就 负就变成正 是不是 正呢 就变成负 是不是 接着加呢 这个顺战序就召加这个了 所以就将 这个加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 这个就应该是答案了 所以看一看 所以这个加10个这个再加两个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 减减它 是不是 减减就加它了 所以变成加了 付付得正了 接着呢 付加呢 付加就变成正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 就将这里抄回去 好吗 好那你看一看它的marking scheme要求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要show the correct unit 所以一定要kiloj per mole 是不是 第二要正好 很多同学在这里 他写 他写 162 就没分 一定要正162 这个就是delta h 常犯 所以这里又写下一个note 我记得我叫你开一本notebook 专货这些 做past paper 那些重要的check point位 尤其是你错了的位 或者你觉得很重要的位 很容易不记得的位 一听到欧sir这么说 立即觉得重要 但是 知道自己明天就后日 下个星期已经不记得了 写下 OK 这个很重要 或者起码现在将你的marking scheme 用highlights pen highlight着 就算写不前 不要紧 可以慢慢写 OK 这样 不要按错机 自己要按一下 他说 not accept wrong unit 或者没有了单位都不接受你 是不是 有时候他照给你一分 这里他不给你分 我看一看清分 所以这一分做很多事情的 首先 要有那个sign 是不是 第二 就有效数字要对 太多又不行 太少又不行 第三 就是要 不要错unit No plus sign 又不行 Not accept 刚才说了 OK 全部 所以这些的位置要全部要提自己 看看会不会犯 不会犯 就OK 但你犯 要留意 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hence explain whether temperature of the mixture would increase degrease 或者 remain unchange 有没有留意 他条条都不同 对吗 现在我已经来 在做 2017 2020 现在已经在做 就是 16业的 17业的 2020年 你看到 做的都没有重复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帖 DSE 题目很容易 就是 你看看 Jenny past paper 逐数 看看有没有哪些未考过 他就向那些未考过进发 考过的那些 你研究那些marking scheme 所以他就考过 你用那个marking scheme 那种 去写 就不会miss 未考过那些 你就要去预备 所以 这些题目很容易 基本上就是 对着我筆记 哪些未考过 就去做 Explain weather temperature 是不是 这次不是问你 之前那条 就问你 Delta H 是Exofermic 还是Endofermic 这次不是问你 问你温度 究竟是增加减少 还是没有变 During the reaction 很明显 根据 刚才说的那条公式 是不是 根据刚才说的那条公式 最后是正数的 所以他应该 就会吸热 所以吸热的话 温度 其实那个 Surrounding的温度 就会下跌 是不是 那个Delta H 那个 System 是 正数 是增加的 是不是 所以 吸了 能量 不灭定量 System 为什么 增加温度 增加能量 就是因为 在Surrounding 吸走了 所以温度 下跌 怎样把这些观念写出来呢 看看答案 首先 第一件事 你应该告诉人 那个反应 是 Endofermic 所以要出到 Endofermic 这个字眼 一定要出 你有没有留意 你如果说Delta H 正数 他都不接受你 你有没有留意 他没有说Underline 没有说Underline 这个字眼 他反而 Underline 这个字眼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 就是 刚刚前面 计完 是正数 他还不是 大个零 所以你 只是说 他大个零 是没有 一个 相关 意思 其实 都不 代表你知道 大个零 代表 会 Endofermic 什么叫 Endofermic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公开试里面 你要是就要答Endofermic 要是就要答到Absorb Heat 这个字眼 接着 影响的温度 怎样呢 就会下跌温度 好吗 但是你就不可以这么回答 Delta H是正数 所以温度就跌了 不可以这么回答 我们很容易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其实 还差了一个逻辑 就是 有一个字眼叫 Endofermic 或者另外一个字眼叫 Absorb Heat 开始 仔细 分层次 接着 才推 这个东西 OK 这个 第二天也是 下次他考虑你不考 Endofermic 考虑你Exofermic 他问你 究竟 温度升还是跌 你要告诉 他是 Exofermic 会release heat energy 所以温度会上升 OK 但是 真是这样做你 才开始去看 OK 好 接着 说了几条 已经过了 整个小时了 所以呢 其实应该都很累的了 所以呢 我可能 多 一提 多一点 我们就 我就 差不多了 我不 搞两个钟 你很辛苦了 但是 我觉得 我在这种感觉 你基本上 就已经 掌握到了 接着我们进入到 不如休息 休息两分钟 好吗 需要 因为可能 你还没习惯 因为有一段 没安排 我让你休息两分钟 去厕所 还有 就是 去 倒杯水 好吗 那么两分钟后 我计时 两分钟后我回来 好 现在开始计时 当然啦 在计时的时候 你可以举手问我 我杯水在旁边 所以我不用去拿水 那如果想问话 可以开咪问我 比如刚才呢 那些 那些题目 有没有哪里 你觉得我这样 我这样写 为什么不行 都可以 好吗 ��세요 然后再来 三分钟后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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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差不多回来了 这样我们继续讲 那你开始发现 有时候我们学来 Delta H 要是neutralization 是formation 要是combustion 主要这三个 所以很多时候 我刚才立一立都考过 每个都考过 所以 你就留意一下 哪个definition 未考过 如果他想再考 他就转第二个chemical 所以你留意他有时候 他在转不同的chemical 也是在考那个 好 接着十五页 十五页 有点亲切 因为我们刚刚 对上一次的上课 有做 Ms.Chan那些班 就可能 遲些他会和你做 那我那班 我们有做过类似 不过 就没有这一条 那么仔细 他找standard and sweet change on neutralization 你揭去十五页 的第二 2019年 他比我们做的实验 再仔细一点 他就直接在这里 量它们 混合不同的volume 底下 出了一幅图 那么他就 混合不同的东西 他就有不同的温度 那么在不同的温度底下 那么你发现 就刚刚好 某一个组合 去放的温度是最高的 有一个最高的 那么当你有一只东西 现力设计 出来的水的模式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所以他就 他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路 加不同的组合 那么你发现 混合到某个组合底下 他放的温度是最高的 其实应该 他出来的水 是最高的 最多的 那么你知道 根据 neutralization 出来的水 越多 他那个 neutralization 就越多 放的能量 就会越多 Delta H 就会越多 是不是 越负得越多 那么所以 是有关 所以呢 譬如 Hydrocorex 是90 那么多量 但是Soul 你会知道有一只 现力设计 所以没意思的 其实他出来的水 不多 某一只东西多些 那么他出的水 再多些 然后去到最后 逆转 又是了 有一只东西 现力设计 所以出来的水 最多是在中间 不过呢 不一定对好的 所以你要留意 中间那个 都不是最高温 透过这幅图的显示 最高温的那个 是介乎在第三 和第四 之间的 看这幅图 所以这里 他叫你做一个动作 Show how 这个 estimation can be done in the about graph 如何画这幅图 OK 他说可以找到 所以 公开试 一分的 就画这条直线 对不对 所以 小心 有些同学很喜欢这样做的 找一些弧线的 然后他就误会了 最高在这里 那就不是那么理想 明白吗 所以 要显示 这些是直线的 OK 这些直线 很多时候直线 是容易处理过弧线的 行不行 所以 要strict line strict line 他说明的 那么你最后 找到那一条 你懂得懂 是58.0cm3 OK 58.0cm3 那是什么 那是soldium 如果soldium soldium 58.0cm3 其实说真的 他都怕你看错 所以他已经说了 这个谈谈 给你听 明白吗 就是58.0cm3 那你知道 所以他加上另外一个 应该48.2cm3 因为加上等于100cm3 是吧 这样去做 OK 所以 他在marking scheme remark上 首先要 draw 两条 最好处的 strict line 一定要直线 to show how to get the possible maximum temperature 那因为一定是58.0cm3 所以基本上你这个58.0cm3 都画上去 那你说公开市真是害怕你画不到 再给你这条线,你又再画这三条,三条直线一定是同归于一的 所以还出不到这条,真是值得打,所以你找到33.1度摄氏就是那个结果 接着就算数了,它引导你的,算一算HCl重量 根据那条公式,你知道H正和OH负是一比一反应的 所以Soul给了一个浓道理1.0,然后刚好58.0就是刚好放最多的能量 C乘V除1000,看到一分有额升,所以一定要写到C乘V除1000 这个步骤,所以你见到每一年,这里已经和你做到第三年的past paper 见到每一次计算数都有step分,所以不要偷懒 这里是好人,你的单位错误都算你了,总之是0.058 好了,接着根据equipence point,串错误,让我找到DSE 竟然串错误的marking scheme 不是叫equipence point,应该是equipence point at equipence point,就是刚好没有多没有少1比1的比例里面 酸汇酸和hydrochloroquine 应该是1比1的,这个叫做equipence point 所以应该模式都一样,大家都一样 好了,那那个42个,所以最后concentration等于N over V除1000 所以这里没有step分,所以最后出到的答案就是0.058 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其实是我们的topic4 就是第十七课那时候,或者十五课的时候学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变成这样,你也会害怕的 留意一下三个二号数字,单位不要错了,ok? 这样去做 好,接着呢,原来算到浓度不止,原来这一条很丰富 因为计算到温度,本来就是25度摄氏 刚刚刚还见到根据图图出到33.1 所以其实我们找到温度的差别就是33.1-25.5度摄氏 也就是k,就是delta h 然后你就留意一下,其实混合了那两个东西 一只是58.0,另外那只呢,一只选择42.0 所以加起来呢,其实就是18.0cm3 是不是?根据那种mixture的density呢 单位给你,其实是乘回100下去呢 其实这个就是有100g 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用mcdelta t 所以mcdelta t就算到delta e了,ok?就是这样 m就是由volume乘回density 就等于mcdelta t 懂不懂这样做,ok? 我忘记了这条公式 醒目了,根据那些单位 还记得刚才和你做了一条 就是留意一下subject mixture的,the mixture 就是同类型东西 那就可以成为一起有关的东西 ok? 接着呢,就用了那些单位 你看到呢,它特意欣赴你的 它特意用25度摄氏 是不是?但是呢,它那个又不允许摄氏 它不是用per degree Celsius 而是用per k 所以这里其实考虑 就是delta h 如果它单位是degrees Celsius 也都等于k OK? Temperature degrees Celsius 就不等于k 是双差什么呢? 就是双差273度摄氏 才是等于k的单位 对不对?就是这个 这些呢,我们去到近排 我们去到44货 如果我呢,或者miss Chen呢 上课在上午呢 我们才再讲这些 这些绝对温度的东西 好,回到这里 用回我们一向的想法 degrees Celsius 就是Kalvin 在这个delta h delta t的计算 好,接着按完机之后 那个就是Joe 看到有粒星 也是要计个step分 好,接着呢 就最后计个delta h delta h 就等于delta e 除回归1 还有呢 就记住 弄个符号给他 这些自己加就行 所有的neutralization 都在正负双吸之后放热的 好,那所以呢 就将刚才的delta e 然后除回 有多少mode水 这个很重要 这些同学经常错 是这些 所以我把它写好一点 根据hydrochloride exit 加回sodium hydroxide 跟着就变回sodium chloride 和水 根据这个呢 就是0.058 0.058 记得吗 那就出0.058mode的水 所以为什么这里要除0.058mode 所以为什么这里要除0.058mode呢 就是要 sorry 不是这个 是这个 要除0.058mode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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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8mod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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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要除1,000呢 除1,000呢 就是为了那个租 变成了 kilo 租的 单位 转换 所以就变kilo permode 为什么要这样转呢 因为 那条题目要求你用kilo permode 做单位 所以如果你答案 出到 joe permode 他都不给分你的 就是这里的一分 要齐了 这些 那你看看 那条题目 看一条题目 三个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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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上面那些 是不是 上面那些 三个有效数字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你大概出到三个有效数字 基本上他就给你满分 OK 其实如果严格来说 这里可能只有两个效数字 因为有一个1.0 OK 所以通常我都觉得 给多一个他 不要给多两三个 给多两三个 你不要留意 四个有效数字 他都接受你 五个有效数字 都给分你 是他极限了 三个有效数字 都给分你 所以你太少 和太多 他就不给分你了 OK 所以 这里要小心 公开小写明 很仔细 所以留意 好 接着 C The one Determined Above Is not Standard And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What Then Is Demand By Term 是吧 上面那个 看回题目 看回题目 他真的是 计算那个 叫做 Ended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是没有Standard 这个字眼的 是吧 所以他就问你 为什么 有Standard 和没有Standard 是吧 有什么意思 Standard 是什么意思 Standard 的意思 你不要只回答 Standard 因为人家根据 在这里来说 他问你 Walked Dismanned By 所以 它是齐了 这些东西的 所以你需要回答 你看到 又来了 好像考过 类似的 又考了 所以第一件事 Ended Change 一分 接着要说到 Exit 和Base 或者Eucaly 反应 Sorry 不是一分 要回答到 第一个Task 第三个Task 要说到 Standard Condition 第四个Task 要回答到 1mol 你看到 哇 真是 疫情底下 这条第几年了 这条是 2019年 竟然 出回 2021年 这条 2022年 是不是 又出回 1 2 3 4 咦? 2020年 是不是 就是刚刚 2019年 对上一年 Past paper 连续考 都有机会 翻炒 所以 我们会不会有机会 2021年 考的东西 2022年 有类似的 所以 Past paper 是一个很有代表性 告诉你 未来 2022年 如何出卷的可能性 又是整齐了 这些经典的marking scheme 的四部曲 才拿到 一分 所以 是不少的 很多人 答到三样 都拿不到分 我觉得开评很多同学 是比较差 所以 要告诉你 OK 好 最后 说完这个 我们就完了 揭去你这份东西的第十三页 就是2018年的第六条 OK Energy exists in various forms C6 X12O6 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在生物内 living things 例如人 就是靠这些葡萄糖进行 你没有读白痾 应该中三都有读 respiration 呼吸作用 就可以将它变成CO2 X2O 是燃烧 好了 现在Rice Camp Co-Equation For Conversion of CO2 Carbon dioxide gas 和Liquid 它怕死你不懂 它会提到外面 Gas和Liquid 是不是 那就会如何 tool 变成Solid的C6 H12O6的Solid 以及这些真的看到 你都知道公开事 真的怕死你不懂 全部都提到 我们千万不要错 好 写这些Equation For Conversion 那就写 所以你就写 写 CO2 加X2O 液体 是吧 然后给你 没理由不写 C6 H12O6 Solid 还有O2 Gas OK 很平衡 这个6 这个就是6 好 这个H12 只有这个有H 什么乘二 等于12 是6 好 算在这里有多少O 先订了这些 621 12O 再加61 只有6O 所以加上18O 好 这里已经定死了 这个是1 所以已经6 所以18减6 只剩12 所以这里什么乘二等于12 就是6 OK 1其实可以不用写出来 好 所以就是6616 所以答案就是6616 OK 这里有没有留意 就是别人给你这个Solid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 这里 你学会这件事 这里没有说要写Fiscal State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 这个答案是有写的 所以当别人给你的时候 你不好意思不写 这里没有说明一定扣分还是不扣分 就是我那年 这年改DSE卷的时候 我不是改开第六条 通常DSE改卷 就不会一个老师改了那么多条 他会专改其中那份卷的四条 所以我那年是改另外的四条 就不是刚刚去到第六条 他这里没有写明什么 不过我估计我们DSEmarker的做法 就是他没有说明要写 其实你不写都应该不扣分 不过你看到他最想你写的 因为他的答案有写 OK 接着就用这条式去做什么呢 就是准备的standard and street change conversion in 一 看到的就是那个上面 刚才提出的那个 他给了formation 所以我们用他来 他就想你计什么 他想计这个delta h 好 但是呢 他就给了这些formation 是吧 就是他分这些的element 所以呢 那就是说呢 这一只东西的solid state 跟着这个x2的solid state 和这一只东西的o2的gas 是吧 这个有多少个c 有6个c 是不是 这里有多少个h 有6个h 这里有多少个o 这里有18个o 刚才是不是 这里有9个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这里和这里 是不是 所以这里呢 就会形成了 有6个formation of co2的气体 是不是 跟着再加 就形成了formation 这里就有6个水 OK 好 这边呢 就形成了delta h 然后呢 一个的c6 h12 o6 这些不可以懒 一定要写整个state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这个formation of 就是o2 的 这个其实呢 你知道这个东西 是等于零的了 因为所有element 变回element 自己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这个可以不写也可以 好 如果我要找这个做起点 这个做终点 可以走第二路线的头尾相接 逆箭咀就将这里附了去 是不是 顺箭咀就要加 将这个射回去 所以最后出了这条 就是 负这个 是不是 接着减这个 这个 他抽了个6 出来 应该就是6个-34 再减6个-286 是不是 他抽了个6 出来 乘进去 OK 然后-1274 那就是这个答案 OK 不要按错机 这个就有一分 然后这个就有一分 所以加起来就有两分 好 记住 又是什么 那些人是没有写正好的时候 所以就千万 写出delta h 我不怕你不写的 你一定写的 正 要记住 正一定要写正 OK 那单位不错 kiloj per m OK 那你发现 原来变回头 这个是正好的 那是合理的 正好就是吸热 所以它是把这些 吸了能量 这个就是在植物里面 进行光合作用 它就吸了什么能量 吸了光合 吸了光能 就存在这些 chemical energy 所以如果我们用回 我们之前说的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原本的CO2和X2O那些 6个6个 是吧 这些gas 它们就会变成 delta h 正这个数 就会变成 C6H12O6 这个是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的东西 当然有些同学没有学 不记得光合作用 不要紧要了 但如果你有独拜 就不能不懂 可以联系这个观念 还记得我刚刚刚刚 最开始跟你做的东西 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reaction 这个就是product 可以跟你温和这些concept 所以这里还记得是break bond 是不是 break bond 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是吸热 行不行 好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出来 这个呢 其实如果走回头 上面 这个 其实反过头 这个就是form bond 是吧 所以这里放液 就release energy release 热 ok 懂不懂用这些观念去看 好了 所以就这个 好 最后 他就说green plant 就convert 刚刚刚跟你说完 就转换了 好 stat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那究竟它转换之后 转换之后 那个 是不是 它的光合作用吸引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我都说了光合作用 所以它其实呢 就是将light energy 转换了做chemical energy 好吗 他expect你对于植物光合作用 这些其实是common sense 我没有读吧 中三有读嘛 每个人中三都有读到光合作用 所以 就是没有可能 就是低廉斑的基础 ok 所以当它存在chemical energy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 是more reactive 就是那只 这个东西是more reactive 过什么呢 reactive 过CO2 和X2O 应该 所以这些葡萄糖 就可以有机会 烧回头 就可以变成能量 所以某程度上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转换器 就是 葡萄糖 会存在能量 所以 其实 植物 醒目 它就是将一些CO2 X2O 比较稳定的 变成一种没那么稳定的葡萄糖 然后存在能量 在适当的时候 燃烧 就将这些能量释放出来 所以 为什么有生命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懂得储能量 ok 好 接着 十四页 就是 就是 十四页 就是 这个的 DELTAH 我先看看 咦 这个呢 因为 刚才那个 这一只 不是说要说完 说完这个就完 好了 那 原来那年又出了两条 通常每年都出了两条 这个 Hectane 怕你不懂 不过 其实你应该懂 是7 C7H16 CN2N加2 所以 N等于7 所以这个就是16 那当它燃烧的时候 就会放能量 就是exofermic DELTAH 应该是负数 好 好了 这个 NCV Change of combustion 这一只 就用以下这个 设计 来做实验 下面 就烧了一些 E 很多时候就是 MC DELTAH DELTAH 是上面 这些 能量被水吸了 所以 水的 MC DELTAH 就反映了上面这些热 如何传输了上去 好了 如果你想计 DELTAH N switch Change 我们就要计计 有多少个C7H16 的Mod 要归回到1 所以DELTAH 就应该是DELTAE 弄回符号给它 然后over 归回1Mod 它就用aluminium can 接着就加了一个定量的水 这个就是M 是不是 接着就烧了 你可以先烧了Methanol 可以先烧了Methanol 接着你发现Methanol 烧完之后 温度就升高了 Increase了18.5度 摄氏 那就是等于18.5K了 好了 Methanol就烧了 下面这里烧了的就是1.5g 所以把这个小M over Methanol 大M 就找到它的Mod 好了 接着就再做第二步 aluminium can 是一模一样的 Same Mask 和水什么都一样 今次就做这个 所以同一个setup 做了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Methanol Methanol 就是CH3OH 接着就再做一次 就是C7H16 这次升高了25.8K 或者C7H16 今次就烧了这个 那你发现它什么资料都没有给你的 就是这个 所以它没有给这个specificcapacity 是吧 这个刚才说了一次 我再显示出 它就说Combustion Methanol 就给了这个东西 它就用这个资料 去计计Hatang OK 那你省点时间了 它不用你计计Molar Mask 大M 它也给你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第一式 所以根据我们的第一式 你发现Delta E over 这个调整个delta H 这个调整个这个 这个调整成Methanol C3OH 其实它说给你了 这个是-715,其实是-mcdelta-t overmethanol 这些全部有数据显示,1.5g overmethanol32.0 上面的水没有说的,unown,C也没有给你的 它唯一给你的是delta,delta是18.5度 这个是unown,但是设定了一条等式 这个是mc,这个是g,这个是g,这个是g 最后这个负和这个负药,最后可以计算mc等于一个数 接着就用mc,它没有给你,但你出到这个数据后就计算step2 step2一样,就是delta-h for c7h16 其实就是-delta-e over c7h16 接着这个就是mcdelta-t,这个mc没有给你的,但刚刚计算了 就是这个,把刚刚计算的数据回去 那你把数据回去的数据就可以用到 所以为何设定那条式里面呢?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mc,就可以列到那条公式 接着呢,接着呢,这个是25.8,结果结束 结束后你要慢慢,如果未计算那些,就计算 这个就是1.02,over,这里给你,就是18.00 那又是,全部都有,接着呢,你就把这些收拾 收拾去,最后你就计算这个了 所以最后计算到那个,就是-4826.8kJ per m OK,不是很复杂的,这三分呢 这三分逐样拿到一分,一分,一分 那所以呢,其实那个观念呢 他就用一个heat capacity 就是所谓的mc 这个mc的观念去计算 公开试考,这样考的 OK,接着呢,计算了,除了heat loss之外 可不可以再提供另外heat loss to surrounding 还有没有第二些呢? 那你就发现呢,包括呢,其实 Methanol或者Hatane 是会有机会偷走的,是不是? 或者烧不到尽的,这些呢 都是会令到ERROR会低了的,OK? 但是你就不可以赖,因为基本上这个m和c 他没有给到实数去做的,是不是? 他还有两个step,不知道是不是水都做到 所以你不可以说他不是水的density 不是水的细思,不可以用这个理据 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公开试呢? 对于我们要背那些sauce of error 其实是有些限 就是他不是每次都考heat loss to surroundings 因为他觉得这些实识了,是不是? 所以他就说不准答这个,一定要答其他 所以你起码要背定两三个进去看 OK? 这样去看 好,这样我点了个名字 那我们就结束了 我一会点名字 你会发现我问了一条问题 因为今天结束之后 接着就会进入到学校的各科的补课 在下星期开始 那你应该收了那个通告的了 所以我要看看有什么空位去约 因为你不是天天补课 那我就会问有没有同学收History 因为如果你没有收History 如果我们没有人收History的话 我们可以星期三 因为我看到History 通常读CAM未必要收History 所以如果有同学 告诉我,如果真的有人收History 我没办法 可能我要去到考完测试之后才继续 那我会在Google Cashroom和大家联络 好吗? 那今天呢 我就点了个名字 你才好走 好吗? 好,现在呢 我就第二次点名字 好,第二次点名字 好,那里面呢 卡进去吧 里面呢 就有 最后那一条呢 就问了 那方便我来到呢 约吧 约究竟 究竟 究竟是 那如果呢 我发现呢 哇,原来 原来 撞了 可能呢 我会在Google Cashroom开一个Google Form 就会问一问呢 哪一天大家是遇到的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慢慢跟大家可以做 那我有机会呢 如果涉及其他五大 topic那些呢 我就分流做的了 那如果涉及其他的那些呢 我就有时候可能这样一次过做的 那你就密切留意我怎么处理 好吗? 好,那怎么样可以离开了 OK,拜拜 有没有人开麦想问呢? 很好, 别人 我可以坐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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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就坐在那里面 那就是 我可以坐在那里面 那我们可以坐在那里面 就坐在那里面 我可以坐在那里面 好